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2011年世界杯女子排球赛 大家今天看到的是第七轮的比赛 我们为大家转播的这场比赛是两强相争 07年世界杯的冠军意大利队 对08年北京奥运会的冠军巴西队 场上刚刚介绍了今天的两位裁判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两个队的首发 首先介绍的是意大利队 意大利的阵容还是这次比赛的主力阵容 主二船14号队长洛比安科 接应是16号博塞蒂 两个主攻8号科斯塔格兰德和15号德尔科勒 复工手是13号阿里格蒂和17号吉奥利 自由人3号克罗斯 他们的主教练是巴尔伯利尼 来看看巴西 1号复工法比安娜和他同样打复工位置的是6号塔伊萨 主二船是17号法比奥拉接应 13号谢拉 两个主攻手是4号帕乌拉和7号马连尼 自由人14号法比 主教练吉马连斯 在这场比赛之前 意大利队到目前为止6战全胜 即17分排名榜首 在12个队里排名第一位 巴西队现在是五胜一负 但是由于他们有三场球都是3比2赢的 所以积分上比较吃亏 现在是排在第五位 巴西女排目前的积分是12分 和意大利的差距是5分 和美国队的差距是3分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首先是意大利队发球 巴西队有一点妈发懵 在比赛一开始 在上一场比赛 巴西队中国队的比赛里边是3比2 涉险过关 巴西队现在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比赛 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赛区 所以只看到他们的最后的成绩 没有看到比赛的过程 看了对中国队的比赛过程之后 感觉到巴西队确实 现在的实力和08年的时候相比 是有差距的 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的二传手 这球是后排为例 踩线了 08年之后 08年的奥运会是著名的二传手 佛法奥 当时他已经是37、8岁的年龄了 在奥运会之后 佛法奥也就退出了国家队 在之后的这三年里面 巴西队试用过 就是培养过三个二传 三年用了三个二传 但从这次比赛来看 依然不是特别理想 意大利队现在是六战全胜 士气正旺 意大利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队伍 他们场上的七名首发当中 有五个人年龄都超过了30岁 既是这次比赛年龄最大的队伍 同时也是最有经验的队伍 好球 这个反击打得很快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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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雨军落地 在前面的两次 科斯塔格兰德都是一对一的进攻 但是都被谢拉给有效篮网防了一下 这球面对两个人反而下去了 有时候呢 这个就像踢点球一样 一对一的时候是比较容易 但是心理上你也会受一些干扰 受一些影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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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这个球帕乌拉打得很聪明 从对方的二传头上打直线 意大利的二传手14号 罗贝安科身高是1米71 所以在篮网的时候比较吃亏 巴西队这个反击呢是利用复工的调整球 但是复工的调整球也非常到位 千万 比较几乎 谢谢大家 双方继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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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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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对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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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